哈囉大家好我是迷你專家小薇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現在跟大家聊聊什麼呢 來聊聊我相信現在很多佛牌 不管是正牌或是音牌 那老師有拍了非常多的頻道 相信有非常多人有大量的參考之後 基本上老實說 現在啊來問老師說正牌跟音牌問題了 真的降低了很多 大家普遍了解的知識已經高了很多 老師非常開心 那最近老師比較常遇到一些問題是什麼呢 是有人同時供這個正牌跟音牌 而發生了非常多的問題 那老師因為有非常多的老師的一些朋友來問老師 所以老師今天也統一了拍個影片跟大家一起做回答 希望可以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老師以下抓了五個我比較常見的一個問題 來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第一個最常見的問題呢 就是很多人在供佛這些佛牌嘛對不對 神神佛佛的時候都懂得要分位階 那分位階的時候呢 他可能今天就是佛、法、真、神獸、音牌等等 就這樣很漂亮囉 一排全部一直都放到鬼都是對的 但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他位階是對的 但是他的爐啊 供神的爐啊水啊 是同一杯同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 他這樣子會讓正跟音 你雖然說已經把位階分出來了 但是你還是讓他們供爐 基本上呢 正牌啊跟音牌的爐 也就是說神跟鬼的爐是不能合在一起的 以及供品也不能混在一起供的 不能這個神明的供供 然後明天拿去供供鬼啊等等 這是不對的喔 所以這次老師最近發現很多朋友有犯這樣的錯誤 所以一樣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第二件事情發生的事情 這是也是近代 可能就是這一兩年才會發生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正音不分 何不為正音不分呢 因為最近有很多人拿著一些那種很像女學生的遺照 後面呢放了骨頭 跟我說老師 這個是屬於正牌 我應該要放在這個神佛區的哪一區 我就說不好意思 一般我看到這種女學生的牌 我一般都會認為她可能是鷹牌啊等等之類的 對方跟我說 他很肯定 賣家跟他說 這不用共也沒有鬼 這個就是俗稱的正牌女學生 那我就忍不住問他說 那如果我今天是正牌的話 為什麼後面要放骨料呢 對方回答他說 這是放動物的骨頭等等之類的 所以絕對是正法 不用特別的做下司驗貢 可以跟佛祖放在一起 那我其實蠻不能理解的啊 因為我沒有遇到過這樣子的師傅 我在想這個師傅是一邊看到一些新聞 可能看到女學生的遺照 所以把它拿出來使用 然後剛好可能在吃肯德基 吃一吃就順便把這些骨料塞進去嗎 不然我實在不能理解 為什麼沒事要用動物的骨頭去塞女學生的照片跟料 然後再把它做成正法給人家貢呢 這樣好像很奇怪吧 那他供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能了解 那我一樣只能夠勸大家 如果遇到這種很特殊的牌 先問清楚 那你很肯定這些骨料是動物的骨頭 然後照片是 往生者照片的女學生的佛牌 你到底要放哪裡 我真的強烈建議 可能還是把它往鷹牌去放一點 會好一點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這個女學生掛了 為什麼我會放在正法區 我實在不能理解 好不好 那第三個 常見的問題呢 就是這個鷹牌啊 的盧 因為他可能已經分隔兩個了 鷹牌的盧比佛祖的盧還要大 還要多 甚至於鷹牌還比較這個 這個 多很多 那會產生一個就是 鬼大 佛小的問題 這基本上也是不建議的喔 第四個問題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很聰明 他把這些牌全部都分了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人都住套房 可能不方便 他今天可能在A櫃子跟B櫃是分開的 然後一個是放鬼一個是放佛祖 但是 他可能因為鷹牌比較多 或是一些原因導致他的鬼可能在第四層 但另外一個櫃子 這佛祖區可能在第二層 比較低一點等等之類 這都會形成一個這個鬼高 佛低 都是錯誤的行為 這點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喔 以及剛才第三點這個鬼的盧比佛的盧還要大 還要旺還要新 這都是錯誤的行為 請大家務必要注意 第五點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人佩戴佩戴尊的佛派 但是他當作供奉尊在拜 這基本上老師是沒有任何的意見的 但是有些人因為他可能太過於強調於位階的問題 其實佛位階在我心中是一樣的 他可能今天放了一點點 這麼一個小指頭的玉佛在中間 然後旁邊可能是一個小供尊的大凡天王 像神啊等等什麼之類的 然後看起來真的你沒有仔細去看 你中間真的沒有發現有一尊 玉佛在中間 那我就跟對方講說 你這樣子的話會變成形成主從不分 如果你今天要把他當主神在拜的話 請你務必找一尊適合當主神的 不然你護法不要找這麼大尊 不然這樣遠遠遠望去根本沒有他的存在 這樣子也是屬於大家常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主從不分或是鬼大於神 那這個是屬於護法大於主神的一些錯誤的禁忌 那一樣跟你分享一下 當然這些禁忌有非常多的部分 是採自於這個風水學而來的啦 在南傳世界他方便法裡面 除了前面講的陰陽不分啊 位階問題這些大小問題 倒是沒有比較特別去強調 但是一般泰國人啊 他們在廟裡面 我相信主神也是很大尊的 不會有人用很小尊的主神為主 那一樣老師也把自己的一些經驗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好不好 那一樣請大家有喜歡老師 這集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喔 好好檢查一下你的正牌跟銀牌 有沒有放錯好不好 那這集就到這邊為止囉 掰掰